大家好,我是Malinda 现在我们去迪士尼动物王国酒店的路上 迪士尼's Animal Kingdom Lodge 现在我们要去一家自助餐厅,宝马 这以后我们要专门来参观这个酒店 讲解更多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迪士尼动物王国酒店是按照非洲的风土人情 使用传统的非洲小屋样式 通常用柵篮围起来的那种小村庄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宝马是自助餐厅 是非洲风味的一个美食餐厅 也是我们最最喜欢的一家餐厅 这么多年了我们来过恩赐 如果有亲朋好友 我们一定带他们来到这个餐厅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吃完以后 从来没有人来抱怨 他们都说说太好吃了 因为疫情的问题关闭了很久 去年8月份才重新开始营业的 我们有一年多快两年没有来了 不知道他们的菜单有什么变动没有 酒店的前厅是在二楼 我们直接走进的是二楼 那么餐厅是在一楼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迪斯尼酒店的标志 这就是宝马 B-O-M-A 宝马 现在我们需要在外面等待一下 来到迪斯尼动物王国或动物王国酒店 都可以看到一些木头雕刻 特制的手工雕刻 这就是木头雕刻专家 安德鲁 他在ABCOT的非洲馆也有他的作品 他们都是现场接单 然后雕刻 基本都是雕刻动物 尺寸大小不一 从拇指大小 一直到比人太高的一些动物 现在迪斯尼的规定就是如果你离开饭桌到处走动的时候还是需要戴上口罩 这是玉米布丁 还有土豆泥 这一盘是烤三文鱼 这次的三文鱼和以前不大一样 上面有一些 BELL PEPPER 上面配上大红辣椒 黄辣椒 颜色蛮好看的 这小道路 这小道路 谢谢 这是 你好 谢谢 有些菜吗 对吗 the medium one thank you 这是他们的牛排里脊肉 浇上他们特制的sauce 这边是烤鸡还有bubble tea 是非洲传统的美食 里面是羊肉牛肉蘑菇鸡蛋 还有面包和加力粉 我没有觉得什么特别 所以这次就免了 现在这些都是给小孩子的一些食品 我喜欢他们的三位鱼 三位鱼非常鲜 而且烤得非常嫩 鲁排骨是新家的一道菜 鱼排是牛肉里脊 通常有三种烤法 让你来选择 我通常都选择是meedingware 我去过其他家的餐厅 我还是觉得宝马的牛排比较好 每次他们的菜汤都是在不断的更新 基本都有海鲜的有玉米的 今天这是四种菜汤 我们都来尝一下子 这是牛尾汤 有一点点的辣味 这是南瓜汤 是甜味的 很好吃 味道不错 这个是Corn Chowder 也有点点的辣味 里面有鸡肉 当然有玉米 好吃 这是一道海鲜汤 里面有其他的一些材料 配有像蔬菜还有腊肉 但是好像没有虾仁 只是一些鲜辈而已 是好吃吗 嗯嗯 是好吃吗 嗯 是好吃吗 是好吃吗 鸡肉是甜的 哦哦 是 它终于破坏了 它终于破坏了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看样子大家都在吃玉米鸡肉汤 都喜欢这个汤 这是著名的热带水果果汁 不甜 而且还非常好喝 这是大米饭配有花生碎 椰子 酱油和姜 没有吃过 这是一道新的主食 这是黑眼睛豆炖番茄 我们就现在挨个尝一尝 这很有趣 是芹菜和姜 是芹菜 芹菜和柠檬 我再回到继续 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Cast Member在工作 这是柠檬菜 这是柠檬菜 这是柠檬加菠萝 酸酸的 这个小绿叶的标志是告诉你素食者的食物 芹菜和柠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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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柠檬菜 这是牛油果沙拉 还有更多的沙拉菜吃不过来了 太多了 最后就是他们的甜点 甜点的样式品种很多 而且每次都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他们最最经典的就是 Zibber Dungs 斑马圆形点心 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很有名气的点心 你们来迪斯尼不要只玩四个主题乐园 或者是随商乐园 你们知道吗 迪斯尼还是一个美食城 各种风味各个国家的美食 这里有世界顶级的料理 都是可以在这里找到的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赞留言和订阅 谢谢大家